24集 命中注定 这真奇怪 不仅奇怪 还有一点剩人 丽雅 你还好吗 给我走开 朋友们 这样还是没有用的 可怜的娃 怎么偏偏挑这个时候病呢 怎么了 叔叔阿姨 她为什么不肯出来呢 我猜她是觉得太丢人了 是因为她对羽毛出了点问题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这些人就是样子有些难看而已 老妈 你这是来捣乱的 不管怎么说 老村长可是在召集全村的人 别忘了 今天可是千年鸟蛋节 那个千年鸟蛋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敢肯定这个鸟蛋里藏着巨大的能量 在今晚的晚会上我们会打开这个鸟蛋 无论谁把鸟蛋归还给村子 他都可以把蛋里的东西留给自己 这些鸟的习俗还真是特别 估计也就他们才有 那是老村长发出的找鸟蛋信号 快点出来 乖宝贝 快出来 找到一个蛋是多大的荣耀 我们真心需要你的帮忙 你可别忘了之后还有声当的晚会 我 我不要 我有个主意 我们来帮你们找鸟蛋怎么样 就这样 顺便可以寻找一下其他的太阳宝石 太好了 只不过你还是要留在这里 在村子的火墙内你是很安全的 好吧 我留在这儿 也许还可以给利亚帮忙呢 小伙子 谢谢你 那我们出发吧 果然 除了迪尔其他人都走了 可能他们是在玩捉迷藏 我可喜欢玩捉迷藏了 我猜你的智商也在跟你玩捉迷藏 这个小伙不错 等一下 什么意思 我讨厌一直等明就是抓他的最好时机 他没有什么防备 而且他那些个跟班也都不在 我懂了 我这就去抓他 你难道忘记了还有一件小事没有做吗 是不是我先去趟厕所呢 笨蛋 你的智商果然在和你玩捉迷藏 现在我懂了 没有太阳宝石 我们就进不了村 所以我这就去抓一个敌的朋友 然后用他把敌给野出来 我这一敲还真把你给敲聪明了 赶紧出发 你还没听过 我这就帮我 这就是敌人 有点多了 我说到哪里 我要告诉你具体位置 那还有什么意思 我看你也不知道吧 说对了 我倒是一点也不吃惊 不知道并不是我的错 人早在一千年前就把那个鸟蛋给藏起来了 虽然没有人知道它具体在哪儿 但是我们却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好奇了 这下地图能帮我们找到它了 好的 地图 告诉我 那个千年鸟蛋在哪儿 除了还有谁产的不行想吃鸟蛋杀了 你们这些人真没品味 烈火之类 没打中 又没打中 要是有人能来帮我训练 一切就会容易得多 我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故意打不中来引我出去 算是吧 我这招成功了吗 没有 你是白费力气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丑得不敢见人 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 丽雅 我是你的朋友 你尽管出来 我保证不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告诉你了 我现在丑得不敢见人 别进去 等等 对不起 我只是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还有那儿以及整个火鸟村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村子里从没出现过我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可能这是个好事 你看 你这么与众不同 你没有问问老村长吗 没有 他为了准备千年鸟蛋结盲的不可开交 哪有时间理我 只要是好朋友 总会腾出时间来帮忙 我们这就去找他吧 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出门 这个就交给我了 在这里面都玩玩呢 被那些肩自扎伤肯定很疼 藏鸟蛋的人把它放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就是为了下腿前来找鸟蛋的 这招还真管用 我可不想浑身被扎得像个刺猬 扎不着你 我们只是绕过去 然后到另一边 传送门总能把我送到我想去的地方 我穿成这样还行吧 简直棒极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尽快找到老村长比较好 我之前都告诉你了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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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辈子算是完了 一只小小鸟 什么 别这样 卖模这一套无口不吃 除非你是只猫咪 但你又不是猫咪 你是一只鸟 我可以吃到你 好吧 你们怎么好 好 在这个地方迷路可就惨了 可这就是藏神圣鸟蛋的最好地方 没错 无论谁找到它 全村的人都会感激不尽 这个鸟蛋对我们来说可是无价之宝 大家眼睛都睁大点 那个蛋是红色的 然后蛋壳上还有黑色的斑点 红色的蛋壳带着黑斑 无价之宝 一切都太晚了 这鸟就孵化出来了 等一下 如果那个蛋很值钱 那么岂不是你也很值钱 大大王还说我没脑子 快出来 丽雅 你也不能一直待在里面 我可能要一直待在这儿了 我现在一无是处 不是这样的 除了你还能有谁能教我传送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看到没 如果你是这么在乎自己的外貌 甚至连朋友都不愿意帮助的话 那可不是我认识的丽雅 我发誓我很想帮你 不过现在这件事有些复杂 有多复杂 你看着 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让我失去了超能力 你给我回来 慢点 小心点 小心点 别动 我要用你当诱饵 小家伙 你虽然又温顺又可爱 不过我还是得用你去抓那头小鹿 别哭 他们会听到你哭的 他们的确能听到你的哭声 谁在哭 不知道 但是听起来哭的人有麻烦 我们应该去看看 丽雅你去吗 可是我现在没羽毛 又失去了超能力 不管你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你的能力都会一直伴随着你 以我对那套小鹿的了解 它应该随时都会 放下它 看到没 你想要什么 王大明 你变成我的囚犯 不然的话 这只小鸟就要被烤熟了 我直接跟你讲过 这只小鸟是从那个叫什么神射宝贵的鸟蛋里扑出来的 untuk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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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丽雅 赶得漂亮 但是谁找到的 我想算是我 不过它现在已经不是一枚蛋了 你的超能力恢复了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超能力自然会恢复 现在你家多了个小弟弟 这本身也是一件大好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非得要他吗 又听了一个孩子 他这是太激动了 这可真是我们村子莫大的荣耀 丽雅找到活鸟宝宝也是命中注定的 难道你又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了 是啊 陛下 可这是有原因的 我等不及想要听一听 不 我想了又想 听完只会到胃口 我还是先吃完饭再说 给我做个煎蛋 你怎么又是蛋 你怎么又是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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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